也就是说对于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关于防疫管控的这样一个措施您是觉得不合理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像学校啊包括小区居住的小区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核酸检测 您是认为这个 它我们一讲嘛它是所谓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它这种所谓的健康筛法 它是违反全然病防治法规定的 全然病防治法规定的说你这个防控的对象只能是病人 一是病人密接 你对健康人群搞什么核酸检测搞健康筛查 这逻辑很可笑的呀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的我再说一遍 按照这个逻辑 那么所有的上海市所有的卫健委系统的领导 要全部进行精神病鉴定的 对吧第一 精神病患者是不适合做领导工作的 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的决策和部署是不正常 不靠谱的 他会给全市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对吧 那么第二 卫健委系统的每个领导都可能具有精神疾病 都是减在的潜在的精神病患者 第三 为了保证全市人民的健康着想 本着找发现 找报告 找治疗的原则和目的 建议卫健委系统的每一个领导都去做精神鉴定 迟48小时内 精神正常的鉴定报告上岗工作 这样我们才放心 知道吗 就是你按照他们这种逻辑 来让他们做精神病鉴定 看他们能不能发现这种决策的可笑之处 或者说愚昧之处 好的 那我这边会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帮您先反过上去和时确认一下的 主要是您对于卫健委 他们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您是不认可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 是违反了传染病的这样一个防治条例的 对吧先生 传染病防治法 对 第一个它是违法的 第二个呢 它这个逻辑是非常可笑 荒谬可笑的 如果它这个逻辑对正常人做健康财产 它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么他们卫健委所有的领导都要进行精神病鉴定 迟48小时内 或者24小时 精神正常的鉴定报告 才能上岗工作 不然我们全市人民不放心呀 怎么能用精神病 潜在的精神病 会不会来做决策和部署呢 那这个边 关于这个问题 那我会帮您记录和返回上去的 谢谢 那让管理部门去进行核实处理 一定要回复 那请您留下来是电话 就是个电话 好的 好的 请问您贵心啊 先生 原贵心有吗 好的 那请您保持电话的长通 我帮您返回上去 好的 好 再见 那感谢您的来见 稍后请对本次服务造出评价 好 再见 好 再见 满意 请按 打印